至於第一至到三座 政府說鑑於疫情 在過去幾個星期急速轉差 確診個案和密切接觸者大幅 上升對檢獄、檢疫設施的需求 構成極大壓力 基於保障公眾健康的考慮 有必要繼續保留那三座做檢疫中心 當現時估計應該可以在年底停用 在清空和徹底消毒單位之後 交回到防委會 預計要幾個月進行頗多的修善工作 最快在明年的第二季陸續入伙 當局會積極考慮再次以防疫抗疫基金 為受影響的合資格準租戶提供活著